我想政府應該還是要尊重 多數人的民意 對 他直接是收回 早在2013年的時候 鄭麗君 也就是當時的立委 他就提出了 他們當時是在也是嘛 英九時代就提出了 如果非核家園的話 絕對不會缺電 那現在賴清德候選人總統 這個要用他來規劃 台灣的希望國家工程白皮書 台電強調不見核四的話 電力供應會有問題 這話聽在民進黨立委兒裡 覺得是在恐嚇人民 我們台電隱匿資訊 高估未來用電的需求 低估自己供電的能力 大藏電藏了私房電以後 再來恐嚇人民說 不要核四會缺電 恐嚇人民說不要核四會漲價 我們如果依據我們的推算 到2025年都不會缺電 根據鄭麗君提供的資料 即使核四停建不相轉 今年平均電力備用容量率 仍有11.79% 由於台電仍有多個電廠投資 進行中 到了2017年 這個數字將上升到15.42% 2020年時 則將達到20.12% 根本不會有電力不足 或者電價應該調漲的問題 事實也證明民進黨 這個非核家園的政策是對的 我們這個會起胎疫 我們還是要堅持先停建核 在這幾年就已經發生了 幾次大規模的斷電 而這個大規模的斷電 其實在以德國來講 人家為什麼有這個條件 可以走向非核家園 真的能夠進入到無核的階段 是在德國其實他們過去 也許只有小地區 小規模的停電 那麼基本上 他們從來沒有過大規模的停電 以我們台灣這種 這個大規模停電 動輒影響百萬戶 甚至四五五百萬戶以上的 這樣這種情況來看 怎麼可能說是沒有缺電 我覺得這個蔡政府 不要把我們民眾當成是傻瓜 然後動不動就說是 缺電的原因 因為不是一個生活封鎖啦 要不然就是工程人員的疏失什麼的 那為什麼過去台電的 這個工程人員的疏失這麼少 為什麼進入到蔡政府 實在疏失就這麼多 我覺得這個其實 真的不要用這樣的愚昧的話語來 對啊 小動物的錯啦 誰又那麼多懶懶啦 對 來呼籠大家 別讓停電變成一個日常 這是多可怕的事情 是啊 我自己心裡還在想 就是說我覺得蔡政府以後 我們不要叫他蔡政府 我們應該要叫他斷政府 為什麼呢 斷電政府 因為他既斷交又斷電 然後呢還斷銷 你看我們的農產品 本來都還可以銷往大陸的 現在也都斷銷 對 所以我似乎他 其實可以更名為以後 或者我們應該稱呼他 就是叫斷政府 他做什麼事情他都 最後都 都會衝斷掉 對 都會衝斷掉 好 真是有點恐怖的事喔 而且現在賴清德 這位總統候選人 他用的就是2013年 推動非核家園的 政力軍 他的這個裝置容量的電的部分 還估算錯誤 錯得蠻離譜的 就是他在2020年 估算20%的裝置容量 但是實際上我們有上網去查 只有14%都差得蠻遠的啦 那如果它破壞未來 又不精準的話 那我實在是覺得蠻恐怖的 是 而且我認為說 其實民進黨政府 也不是很尊重民意 大家不要忘記了 我們之前以核養綠 公同事通過的 是 對 縱使在我們的環境基本法裡面 我們有確定就是說 非核家園是我們的這個 目前的立法目標 可是呢 大家的民意 尤其正在兩三年前 才剛剛這個通過的 你和楊綠的這個公投 那麼我認為說民進黨政府 應該還是要尊重 多數人的民意 對 他直接是收回 民間特徵組可以持續 為民發聲 為大家一起監督政府 老師 請多多的 告訴大家哪裡 這個政府做錯了 大家要一起來監督 因為沒有監督就走中了 是 沒有 就是還是需要 靠全民的監督 那政府才會進步 我們很希望政府 真的能夠聽得盡民意 是 對 而不是只是以黨意 或是某一個高層的意見 為他們這個政策的一個歸一 這是很糟糕的事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請退 stay 請退去 請走